不知道各位是否还记得PS3上那部令人失望的玉龙动作游戏龙学 当年大家排着队等它开售时 我就站在人数不多的首发队伍里 你们大可认为 只要某款游戏中包含飞天的巨龙 那它就一定能拨动我的心弦 点燃我的好奇心 世纪灰烬时代自然也是如此 或许像这样的怪物空战不再只是异想天开 如今玩家们终于有机会正式翱翔了 世纪灰烬时代是一部第三人称多人设计游戏 初次上手时比起铁甲飞龙 我感觉它倒更接近于黄牌空战 在不同的游戏地图及模式中 玩家们需要三人或六人组成一队 一边骑龙飞向天际 一边灼烧或轰炸敌方队伍中的成员 从而获得足够的击杀术或相应的任务目标 不过在真正进入实战之前 我还是得先去打通游戏的新手教程 它设计的相当不错 既介绍了飞行技巧又传授了攻防策略 能让玩家们领会到该如何控制战局 我先是在键盘上摸清了键位布局 很快又无缝切换到了Xbox手柄上继续游戏 没有多费任何时间就适应了新的操作方式 如果有人挑过了新手教程 那就请做好自担风险的心理准备吧 操纵自己的龙往不同的方向移动显然非常简单 但本作里也存在着许多没有那么浅显易懂的核心机制 拿重新补满那一条举例 玩家一般是不会在游戏过程中就偶然掌握的 何况新手教程还为玩家提供了练习攻击的机会 有时要向敌人投射火球 有时则要直接喷出一串龙焰 支出的火球就像子弹一样 能自动锁住一定范围内的目标 让每位玩家都能在相对安全的距离内突击对手 近身靠近敌人就会触发龙溪选项 喷涌而出的烈焰会让猎物迅速造生火海 丢掉不少生命值 我最喜欢把这两招结合起来 一招作为起始剂 一招作为终结剂 交替着使用 顺带一提 自动锁定确实是个受人青睐的功能 它节省了玩家们要在快速反应力 及瞄准精度上花费的功夫 更强调角色所在的位置 也更注重于玩家们介入或脱离险境的方式与时机 度过新手期后 游戏的开发团队Play Win 直接把我领进了三对三的新手战场 该模式的规则非常简洁明了 两队相战 三局两胜 至死方休 在每一轮的过程中 玩家们会逐步解锁自己的新技能 当游戏进入到最后一轮时 所有玩家就都能全副武装的踏入战斗了 这个机制还挺有趣 在十二乱做一团的战局中 有潜入身是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还没来得及发挥全部的实力 就早早赢下或输掉一局游戏 想必那就不够尽兴了 一两轮新手局过后 开发团队Play Win 直接从游戏测试组里喊来了几位大神 让他们加入了试玩的行列 我们一起玩了战略品模式 这也是整次试玩中我最喜欢的游戏模式了 在该模式下 两只由六名龙骑士组成的队伍 将共同踏入一片广阔的区域 我们要分别击败散布在地图上的中立宝藏巨龙 拾取他们身上掉落的黄金 最终积累黄金更多的一方取胜 每隔几分钟 新的刺激目标就会刷新在地图上 要么是能帮助一方更快地积攒黄金的 要么就是能彻底威胁到一方游戏进程的 如果他突然被锁住了 那玩家还得追上带钥匙的NPC 取得钥匙再返回大本营解锁目标 地图上还会刷新出炸弹 如果一方能成功将炸弹护送运往另一方的大本营 那么就能够引爆它 把对方的黄金炸上高空 一次性盗走大量战略品 多亏了上述这些机制 整场战斗从头至尾都无比扣人心弦 而对局中的玩家技能 战场意识以及团队平衡 也都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 构建出了让人心满意足的策略游戏体验 在当下数量众多的免费射击游戏中 世纪灰烬时代无疑十分优异 如果屏幕前的你也曾怒喷过 以往的某一部巨龙战斗类游戏 又或者你只是在寻找一款 全新推出的不走寻常路的多人射击游戏 在连击中点亮这个无聊的冬天 那么也许世纪灰烬时代 就是你所需要的那一把火 本作中的职业与技能相对匮乏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一弊端会逐渐体现在固化的队伍搭配上 不过出众的战利品模式 为游戏增添了许多疯狂的目标追逐战 只要你是动作冒险游戏的爱好者 想必世纪灰烬时代所带来的挑战 还是有着足够的吸引力的